各位卖子学义的网友大家好 那上一节我们学了工具提示框 那这一节我们再学一个弹处框与警告框 那这一节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 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不详细讲 那首先我们打开这个 BotCSS这中文网站 我们找到三中文文档 JavaScript插件 这个弹处框呢 我们看一下弹处框的样子 弹处框的样子和我们上一节学过的这个提示框 样子是一样的 类似的 只是多了一个什么呢 标期注意 只是多了个标期 那怎样使用呢 它的用法和我们那个提示框的用法也是一样的 只需要我们把 比如说这个DataTogo 以前呢叫TourType 这个地方换成Popover Popover就OK了 只是这个地方有点区别 其他用法完全一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弹处框的用法 那基本用法呢 和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工具 其实框是一样的 只要把我们那个TourType 换成什么呢 Popover就OK 好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例子 好 打开HBuilder 新建一个WebSum C126 C126已经有了吗 好 这里面我们选择一个它的位置 Develop Coder 好 新建一个WebSum 然后把25的这个内容 Copy一下 Ctrl C Copy到26里边来 好 打开Demo01 刚好Demo01呢 就是我们上一节提到这个工具提示 工具提示 那么现在把它第二个 我们先不要了 把第二个删掉 把这个换成我们的 第二 Popover POP 没样 只需要我们把我们这个按钮注意 这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换成我们的 DataToggle 换成我们的Popover 就OK 好 运行看一下 向左 哦 没有保存 应该是 好 保存一下 然后运行 注意 就这样的内容 但是我没有给那个内容 这地方有个标题和内容 注意看 那Title呢 是向左写示 那内容呢 我们用 内容用什么呢 我们用 DataContent 自定属性来给他 那内容 给一个DataContent 这里 是内容 好 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向左的一个 弹触框 弹触框 其实也是从我们这个工具提示 工具 工具提示得来的 指示主要用法指示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样啊 把以前的Tualtypes 换成这个东西 同样的 它也不能完全用这个 属性声明来使用 我们必须要加上这样的一句话 加上Galus Cree这个调用 你点了它以后才能什么呢 其中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的这个工具提示框 是鼠标一上就处发这个提示 那这个弹触框呢 它的这个处发动作是单击 单击才能什么呢 显示啊 这是区别 所以这个呢相当比较简单 我这不给大家做过得的介绍 然后我们再看警告框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警告框 最早我们也学过警告框 那么点警告框 那警告框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框 上面有个按钮 插按钮 我们可以把它关闭 也可以点一些什么呢 自己加一些按钮 可以关闭它 那警告框呢 最早前面我们已经学过 那这个地方呢 我简单的给大家再做个什么呢 也是 好 我在这新建一个demo02 Ctrl-C Ctrl-V 这个我们叫demo02 首先把这个Giasquade这个地方删掉 好 好 这地方我们直接 给一个警告框 我们这样做吧 div class container 给小一点 div class row 一行 这个扇根系统 div class md column md 粘上三列 class 靠md 9 那么在这个三列里边 我们加一个什么呢 警告框 div 那警告框呢 首先给一个class 叫alert 要试一试个警告框 然后alert 它有这么几个字 alert warning 还有success warning success danger 就是颜色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来一个danger 是红色的 危险红 好 警告框里边呢 我们再给一个这样的属性 给一个 fade in 就默认写出来 有这个 呃 弹入弹出的这样的效果 警告框里边 一般我们会给个按钮 tab button 这个button呢 我们在这给一个 语号 tams 就是这个xx 上面有个x class close 意思是我要关闭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再给警告框的什么呢 内容 这里是 警告的内容 警告内容完了以后 你可以再给一个 div 或者直接给个button tab tab button class btn btn danger 这地方呢 我们写关闭 好 先用心看一下效果 那这就是我们警告框的样子 但是我点这个x 它是关不掉的 我们也用什么呢 属性声明来把这个动作给上 那怎么给呢 我们在class里边注意 好 我们需要关闭这个x和关闭这个按钮 关闭 隐藏这个警告框 我们需要在按钮上加一个 data dismiss dismiss 等于什么呢 alert 需要加上这样的自定义属性 来处罚这个jowsk的插件 好 我们再运行一次 当我们点关闭 就关掉了 点这个按钮也可以关闭 注意大家要区分这个模态框和警告框的区别啊 模态框是一种遮造的效果 它会把后边内容都覆盖掉 那警告框呢 我们只是给出一种什么呢 警告 那将来我们在动态web开发中 就是这地方一般会 当某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我们才显示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就出现什么呢 警告框 当用户看到警告以后 它可以单击关闭 把它关闭掉 所以要记住一个什么属性呢 叫data dismiss的属性 好 加个data dismiss 当然你也可以指定个data target 给外层一个警告框的一个容器 就是把这个容器给它什么呢 隐藏掉 那我们也可以用什么呢 javascript来调用它 javascript调用的话 你选择这个容器 然后点alert方法 或者alert close 就把它隐藏掉 这两个呢 我不给大家讲了 因为这个相对比较简单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中文文档 中文文档里边有 这是给大家讲的弹触框 警告框 工具提示 这三个组件 那按钮呢 我不讲了 下一节我会讲到什么呢 这个折叠 collapse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地方 这个折参了 那我这个折叠 了 不比如说